中国品牌的汽车现在可能还不能说世界第一 但是中国品牌的智能座舱 我觉得肯定是不可能输给国外品牌的 本街车站呢 我就带大家体验几款目前市面上热度最高的智能座舱 那首先呢 我就来到了本街车站热度最高 也是比达卡的一个展台 就是鸿蒙智行 除了问界之外 现在智介呢 也是含滑量非常高的一个品牌 比如说最新推出的这款智介S7 它在电驱 智驾 还有智仓方面 全部都使用了华为的解决方案 而且呢 它是全瞻支持 800伏的架构 也使用了最新一代的碳化硅电机 最低的能耗只有12.4千瓦时每小时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工程师在这边演示 这款车它是可以连接无人机 然后进行一个拍摄的 那我们现在体验一下它的车内的情况 那我现在就在这间S7的座舱里面了 它也是率先搭载了 鸿蒙OS4 然后它说的这款车呢 它们会根据车型定位的不同 然后给它一些更年轻化的设计 比如说它做了一个车型的3D渲染图 你可以去拖拽它 然后呢 它所有的功能是可见即可控 现在点了一下 它好像就只有后备箱可以操作 动画的显示有点延迟 就后面的后备箱已经关上了 但它这个动画还在播放 然后如果你不喜欢这种3D渲染的效果 你也可以三指拖拽 进入到常规的界面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 它下面提供了一些壁纸 然后这里有个心情壁纸 它是每天会动态显示不同的表情的 然后呢 如果你使用的是华为手机的话 是可以使用更多的联动的功能 比如说把手机上的这个导航 给它移到车机上面 或者是你正在听的音乐 直接移到上面 都是可以的 另外呢 就是它可以跟后面的屏幕联动 然后控制后面的屏幕 然后进入儿童模式 或者是分享视频 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可能是现场的网络 实在是用的人太多了 一般车展现场的网络 都是比较卡的 就是我感觉这套车机 它整个流畅度的话 可能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但是它的功能是很OK的 再聊一下这个坐姿的铁 它也使用了一个 像赛车风格的方向盘 但是它的这个柄特别粗 我不知道 如果是手比较小的女生 去握这样一个这么粗的手柄 会不会习惯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它这个仪表 距离价选非常的远 我不知道这个如果实际开始的话 是不是需要一定的适应的过程 还有就是它前排的话 这里有个比较特色的一个化妆台 上下有两个不同的处理 另外呢 就是它车里面 整个也是用了鸿蒙的质仓 所以它的座椅啊 音响啊等等的 你都可以看到 上面一种华为的logo 好了呢 我现在就在极星展台 这款极星4呢 昨天晚上刚刚公布了价格 单电机标准续航版 是29.99万元起售 而且呢 它还说是给到了一个保驾政策 如果以后 他们知道加油下条的话呢 会主动的给用户赔偿差价 我觉得这个政策 其实它也是有很多猫腻的 比如说之前 其他品牌的一些操作 没有这样指导家 但是送一些选装包什么的 那么昨天发布会上 他们的极星科技董事长 JCEO 沈子玉总呢 他们说话也是 非常的能够抓热点 他之前就说 如果没有汽车厂家负能的 汽车品牌早晚得死 然后他还说了他们品牌呢 是全球化的新能源品牌中 唯一能做好车机的 这款车呢 现在搭载的是一个 极星OS的一个交互系统 然后明年3月份的时候 会发布一个Posta Phone 搭配一个手机 所以估计它可以解锁 更多的一个联动的功能 现在我们来体验一下它的车机 那么蔚来的领克 极克什么 包括极星 他们都会用这个 Flyme Auto的这个车机界面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Posta的设计语言 包括它的车机系统 移进入它的这个界面 它这个配色 就真的非常的好看 我且不说它性能怎么样 就这个UI界面的设计 包括它这个严谨的色彩搭配 都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呢 它这个非常有特色 就是这个观星台的氛围灯 在这里可以选择 这个太阳系里面的 星星的主题 那我们现在展台这里比较亮 如果在暗的地方的话 是可以看到这个面板上面 也是选装了一个发光式版的 我觉得从设计美学的角度来讲 Posta OS是遥遥领先的 然后如果你有一个魅祖手机的话 也可以连接这个Posta Link 连接进去之后 就可以有手机上的导航 音乐 甩到车机上的这些功能 也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我觉得它现在这个上面 显示的这个壁纸 虽然它整个操作非常流畅 但是我感觉这个图片的清晰度 还是有在提高 现在另一款非常火爆的车型 就在我身后 就是小鹏的X9 今天早上呢 它刚刚公布了 它的预售价格是 38.8万元起售 那这款车呢 也是有很多的科技亮点 比如说它是目前在售 所有MP里面 唯一全系标配后轮转向的 另外呢 它也是这个服药架构上面 目前的旗舰车型 支持800伏的一个充电 另外呢 它也配备了 XNGP的一个高阶驾驶辅助功能 除此之外 它还用上了 目前最新的XOX智能座舱 我们现在进去体验一下 现在呢 我就排除万难 挤到了这个 小鹏X9的车内 这套车机 我觉得做得非常棒 那么它相比 之前的那套车机系统呢 它最大的亮点 就是支持分屏显示 而且呢 就是你手直接放这儿 就可以调整这个分屏 你想要全屏 或者是分屏都可以 而且我觉得 它这个车型的 动画渲染效果 做得非常不错 非常流畅 然后呢 还支持不同的天气 然后早晨 白天 傍晚 夜晚 都有 它这个真的做得很不错 而且我这样子 疯狂的快速操作它 流畅度也很好 而且我在现场近距离 看它这个动画的分辨率 也是做得很清晰的 另外呢 就是如果熟悉小朋友的朋友 都知道它的语音识别 做的是非常强大的 你可以不用唤醒它 你可以和它连续的对话 操作车内的一些功能 而且呢 它会自动识别 你是在跟车里的人聊天 还是在跟它对话 整个来说 它的语音功能 也是比较强大的 另外这台车 它的后排体验 感觉也是非常好 花见识机也很大